Personality 我们先来分一分它的音节 我们看一下第一个音节呢 在per的地方 per 接下来呢 so-na-l-ty 所以这个字呢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总共是五个音节 那我们就念成personality personality 那personality这个字呢 大概同学应该都会看得出来 它是从哪个字演变过来的呢 就是从person这个字 那person这个字呢 应该大家都都晓得 它的意思呢就是人的意思 我们就叫做person 那么呢我们就来看下面的这个例句 Everyone loves Ivy because of her bright personality 它说每一个人呢都喜欢Ivy 好这边呢这个片语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片语呢叫做because of 那这个because of 这大家都很清楚了 因为这个of呢 它这边它是一个介细词 所以我们后面注意哦 只能够直接接名词 不能够接子句 接子句在什么时候呢 那在我们没有of的时候 例如我们这边有个because 有没有of的时候呢 我们就后面就可以直接接主词 再接动词 好这个就是because 跟because of 不一样的地方 好所以每个人呢都喜欢Ivy 为什么喜欢她呢 就是因为她的bright 这边有一个不错的片语 可以记下叫bright personality 就是个性开朗 明亮的个性 那就表示有着开朗的个性 OK 好我们接下来看第二个例句 Aaron and Elton have very different personalities Aaron is communicative while Elton is a person of few words 他说Aaron跟Elton呢 这两个人have very different personality 他们有着非常截然不同的性格 Aaron is communicative 这个字呢是我们这颗的单字 我们到时候呢会那个讲到 好那这个while这个字呢 它是用来当作一种对比 就是说呢两个人不同 一个是这样子 另外一个人是另外一种个性 所以while这边呢 我们表示了一种对比 一种对比 OK 好所以while Elton is a person of few words 来各位这个接系词片 这边其实不错 我们记下来话不多的 话不多的什么呢 话不多的人 所以这是一个接系词片 用来修是前面的a person 好所以呢 Aaron跟Elton这两个人呢 个性不一样 一个是communicative 就是所谓的那个什么 很健谈 很喜欢跟人家沟通的 而这个while呢 它是表示对比 我们就翻成而 OK 好而呢 Elton呢 它是一个人 什么样的人呢 话很少的人 话不多的人 我会给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